分享我的OOTD給大家看 隆登第一名了 忍不住買了一條 就是很好看 休閒運動風 英國兒的數學是不是不太好啊 可以先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飾品 今天的上一次穿 最普通我的眼睛 我要買來掛在我未來的球帶上 嗨大家早安 因為今天是假日 加上地鐵罷工 所以我們就 不去市區人擠人了 我們改搭公車去 更東邊的Hacknik附近 晃一晃走一走 剛搭了30分鐘的公車 我們現在要準備先去吃早餐 我最近收到很多私訊 想要看我的穿搭 所以這支影片也會分享我的OOTD給大家看 我們就是怕會排太長 提早了非常早出門 現在才9點半10點而已 結果他還是排超級長 現在大公主在那邊排隊 他旁邊有一家他們自己的店 在賣一些小東西 帶大家來逛一下 在賣一些小東西 帶大家來逛一下 平口黑色背心 外面照了一件 Sporty and rich的 藍色條紋襯衫 後面皮的是 Red Florin的毛衣 今天的包包是選擇 從我媽衣櫃偷來的 當年20年的 KUJI夾雞包 褲子是選TOTEM的白色 落地牛仔褲 鞋子呢 是我最愛的水藍色上把 墨鏡是Gentle Monster的 我在把型號打在旁邊 我的餐也送來了 點了一個鹹食的麵包 還有最愛的巧克力可頌 單點一個優格碗 我以前超害怕 椰子味的優格 他們家的吃起來 超級順口 不會讓你感覺到 有那種很濃的椰子味 我很喜歡這個 它它烤過之後超香的 好好吃喔 忘了跟大家說 這家店是我朋友 強力推薦的 它應該二訪三訪的 超多次吧 害我現在有點期待 我這個大客送 超喜歡它這個蓬鬆的程度耶 驚為天人 打敗文人們的倫敦第一名 這個可以榮登第一名 跟大家說一個超級好笑的事 我剛剛把限動發出去之後 我朋友馬上text我說 一整個完全點錯 它推的是 Bacon Maple 還有Honey Sea Salt的口味 結果我們給它點一個超大可頌 但是它可頌也是很好吃的啦 我們現在要散步去 Hacknick這裡才有的 假日市集 叫Boardway Market OK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啦 來跟大家分享我剛剛買了什麼 因為最近倫敦實在是太熱了 所以我買了一杯超大罐的椰汁水 剛剛經過那個市場的時候 它其實蠻多賣吃的 所以呢我就買了一個日式的飯糰 我選的是鮭魚口味的 這可以當晚餐吃 等一下再把它加熱就可以了 剛剛看到了那個超級可愛的項鍊 實在是忍不住買了一條帶給大家看 而且我就一直很想買這種垃圾東西 是不是很可愛 我選了下面有一個小小的墜式 而且這條很便宜 它帶起來就長這樣 我覺得穿白梯或是去海邊啊 穿泳衣配這個都會很好看 嗨大家 我最近在我家附近發現了一間超好喝的 貝茶拿鐵 所以我現在要去買飲料 我晚一點要去柯芬園跟朋友見面 但是沒有什麼行程 所以我就不會帶GoPro出門了 But 我覺得我今天的OOTD很好看 所以還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穿搭 上衣呢是Human Made的白梯 但它就只是一件白樹梯 褲子的話是我最近的新歡 UNIQLO的落地牛仔褲 鞋子依然是我最愛的水藍色上把 重點是這件西裝外套 是Etnic Studio的 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耳扣 是Mikimoto的項鍊 就是前幾天去那種市集買的珍珠項鍊 夾的很便宜 是不是很好看 忘了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這顆頭髮 我剛剛綁了一個小時 現在上面全部噴滿了髮膠 超級硬 綁了一顆低馬尾的包包頭 我買了我最愛的貝茶拿鐵 但是我忘了跟他說要改成冰的 所以呢今天就只能喝熱的 熱的也很好喝 但是他會多一點貝茶的苦味 當然少不了這家店我最愛的 就是他們的可麗露 但是一般的味道已經賣掉了 我今天買的是巧克力口味的 來吃看看 我覺得原味的可能我會更喜歡 因為原味的皮會比較脆 這種的話就會偏濕軟一點 但還是很好吃 就是我們來把麻的 Vitamin Zeal 把麻的皮蓋放在這裡 記得不要把麻的皮蓋放在這裡 把麻的皮蓋放在這裡 不要把麻的皮蓋放在這裡 那我也覺得怎麼樣 常常去做的 不要把麻的皮蓋放在這裡 人家的皮蓋放在這裡 開始不停 坐下 終於下課了 超爆累 連上兩個禮拜還是一樣累 而且我在這裡竟然遇到了我朋友 我覺得他的橋路是真的很不錯 我們剛剛皮拉提斯完 現在要散步去離我們家20分鐘距離的一間大超市嘛 一些生活用品 他的規模有點像是我們的大潤發 但他的單價都是偏高一點的 散步過去的路上 順便來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穿搭 我今天是走一個休閒運動風 上衣穿的是Supreme的帽T 給大家看這一屆的小細節 就是他有這種金蔥在裡面 就不會像一般的黑色帽T穿起來無聊 褲子的部分我穿的是Lululemon的Laking 我超愛這件是因為他旁邊有一個口袋 可以放手機 在英國就不怕被偷了 鞋子就是一般的Nike 休閒穿搭最重要的就是要佩戴一些比較浮誇的飾品 像是我的耳夾 或是這個太陽眼鏡 這個太陽眼鏡一樣是Gentle Monster的 他是拿來戴在頭底的 沒有要戴在臉上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形 我腿實在是太痠了 只好在超市旁邊的咖啡廳 今天坐著休息一下 我們剛剛買了一個Cranberry Lemonade 是蔓越莓檸檬汁 還有一個優格 吃一吃之後再來去逛超市 好廢喔 真的走不動耶 皮拉提斯很痠耶 好可愛 好可愛 看 超強的 當買廚房紙機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我就想問 英國人的數學是不是不太好啊 這個單捲的一捲 兩磅 兩捲的 竟然是六磅 我們剛在超市買了飯吃烤雞 所以今天的晚餐要來做烤雞燒啦 超市買這個羅曼 切成你想要的大小就可以了 加小番茄 剛剛先煎好的櫛瓜 還有這個 綠巨人的玉米罐頭 雞肉沒地方放 呵呵 因為我跟大公主都沒有很愛吃沙拉醬 所以我的沙拉通常都不太會有調味 但有時候吃到後面會太無聊的話 我們就會加這個 和風柚子醬 這是比較清爽一點的口味 嗨大家 我現在在科夫人這裡新開的一間早午餐 我剛出門的時候超級緊張 因為我朋友完全記錯時間 然後我等不到公車加上公車改道 可能好像我剛看到的時候有辦一個類似馬拉松的活動 所以就在封路 然後這間餐廳定位的時候要綁信用卡 我超害怕會遲到 還會扣款的 好險我在最後一刻的時候進來了 所以來不及拍我今天的穿搭 等一下出去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可以先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飾品 我帶來的是銀色的豬鼻子項鍊 戒指的話就是Coco Crush跟豬鼻子 他們可以搭一套 大家說一個超級好笑的事情 我朋友剛剛原本是要點一個柳橙汁 結果店員一直死不讓他點 店員一直推薦他們家的招牌 這一個飲料 他一直說這個是第一名他最愛 結果來的是甜菜根 就是整杯的菜味 超級好開心 超級好嗎 超級好 沒有放鬆 超級好 我已經跟朋友分開了 因為他趕著要去打工 我現在要散步去Selfage 幫朋友看他想要的那個 幫朋友看他想要的那個 債儂 Rally Cat的娃娃有没有货 找了一个比较没有人的角落 要来拍我今天的outfit 今天的上衣是穿Acne Studio 它是做这种有点针织跟太空布的材质 所以它的上半身看起来非常的蓬 但它的腰部一下有做那种很紧的收腰效果 所以外面就穿了一件落地宽裤的牛仔裤 是Uniculo的 好像出门的时候天气凉凉的 所以就带了一件Amy的驼色短大衣 它穿起来的样子长这样 搭配的鞋子是这双Golden Goods的小白鞋 这个也很可爱欸 我刚刚先回家了一趟 原本计划是要去我查到的一间日本咖啡厅工作一下 所以我早上才先背着电脑出门 结果超累 我才出门不到十分钟吧 我的耳机就没电了 所以刚买完娃娃就只好先回家 现在要去我家附近的另一间咖啡厅 天还这么亮 我以为才三四点而已 结果已经快要六点了 根本就没有咖啡厅开着 所以我就想说先来吃晚餐 因为大公主也去纽约玩了 所以我这个礼拜都不用煮晚餐 我就自己在外面吃 等一下再回宿舍楼下的大厅剪片 我忘了跟大家分享我的战利品 我有买到我朋友想要的 Jelly Cat的婚纱款 这样一组是不是超可爱 我自己又再偷偷的买了一支 我买了一个高尔夫球的 我要买来挂在我未来的球袋上 Will I ever find my place Wishing you would call me yours But I'm just another castaway I can't fall asleep I just lay in my bed wondering if there's anybody Or if I was born to be lonely I've been trying Hi 大家我现在又要去练球了 我之前都会想说要拍一些不一样的画面 所以就没有很常拍我打球 但我现在就是一支企划一支daily 这样交错的上片 所以我就想呈现我最真实的daily给大家看 顺便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打球outfit 我今天穿的是一套KID的绿色套装 我如果自己来打球的话都会戴我的耳机 因为我想来听音乐 让自己比较静下来 才可以把球打好 我试过蛮多件的帽子 但是我觉得new era帽子最符合我的脸型 它这个图案有点复古感 蛮喜欢的 上完我的穿搭 我现在要来去练球了 我上一支daily不是好不容易破百了吗 结果我教练看到的时候说 它要125 我们就来看看我今天会不会成功 我是觉得不可能啦 太难了 我把我前几天买的可爱娃娃挂在我的球袋上了 是不是超级match的 我里面配的是Polo的Polo 3 因为我其他的球衣都没有带来 都在台湾 所以我今天就穿这一件来练球 开始吧 And I just need you to know I'm sending smoke signals Cause I've been feeling so alone I'm losing hope OB